现在时间10月28号 星期一 新的一周来临了 我们先看一下上周晚间欧美市场表现以及消息面的情况 道春主下跌0.61% 纳萨主上涨0.56% 标白指数微跌0.03% 英国 德国 法国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涨跌 融概股方面在上周五是上涨1.66% 回到A股市场上 对本周行情怎么来看 从结论上 我认为本周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一周 为什么 还记得我们在上周重点强调 11月份的基金排名站已经是大响 对吧 那既然是基金排名站是以公募为主的 那么公募其实我们看到在近期 比如说光伏 新能源板块形成一定的上行 好了 那么光伏其实带来的是什么 2025年整体的困境反转 也就是在2025年的下半年 整体而言供需结构会发生变化 所以说现在光伏的上涨 新能源的上涨是对于未来整体增速的预期的确定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这是公募 那好了 我们看到近期私募主要是什么 比如说重组概念 比如说像华为概念 包括一些互联网概念 就是以题材概念性的板块为主 所以说市场根本就不缺赚钱效应 只是公募 打公募的 私募 打私募的 整体市场在这个阶段我们多次强调过 要轻指数重板块 重个股 如果指着指数形成一个震荡 或者说缩量也好 放量也好 其实这一轮行情你又错过了 那么卫生我说是一个震荡上行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在周末有大批的会议或者是利好的消息 尤其是10月4号到10月8号 要召开重磅的会议 以及财政部长其实也讲得非常清楚 要完成今年的GDP目标 好了 那么四季度必须要完成多少 5.4%才能够完成全年的GDP目标 也就是后期仍然是有什么重磅的利好消息 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投资者一定要注意一下 是以守住自己的板块和守住自己的个股为主 把整体的板块分清楚了 到底是你的持仓是公墓的持仓还是私墓的持仓 当然私墓的持仓本身的灵活性是比较大的 而公墓它主要是对于什么 未来增速的确定性 所以说整体而言对于本周震荡上行是可预期的 所以说吧 本周11月份整体我认为 打响翻身仗 我们积极乐观